第二天中午,疲惫的严浩翔悠悠转行,全身的酸痛提醒着他昨天的疯狂,他像欣赏一件物品一样,瞄了身旁那个已经清醒的男人一眼,然后瞄了瞄头,你还蛮对我胃口的,可惜,严浩翔欲言又直,算了,去把昨晚的钱结了吧,刘耀文立刻了解到他重敬的老大好像误会了自己的身份,顾不得别的连忙解释道,想哥我不是干那个的,我刚加入帮派昨天只是奉命来看一下您的状态,没想到,哦,是我的下属,严浩翔再次用挑逗性的视线从头到尾� 那正好,以后,就做我的天生下属吧